本周四 嗨歌第四期迎来了最残酷 也最爆笑的一场对决 长之泪碰上华真语 被乐评人称为唱作对唱作 怪咖对怪咖 而花花和石头的各种呆萌小动作 更是迷倒了不少人 就连哈林老师 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情不自禁 耐气萌来了 六首原创歌曲 备受称赞 三个音乐丸童 则玩得更嗨 网友们的热情 填满了腾讯视频的弹幕 全名嗨歌的盛况 大概是这个样子 许多网友都表示 石头和花花的改编 实在太好听了 甚至有不少人 表示看了三遍以上 还想推荐嗨歌上春晚 看来好音乐的魅力 果然无法抵挡 就连视频前的广告 都变得更好看了 双手白狮子 支离放胸口 好吧超人现在 又要打怪兽 一手捏鼻子 一手要闪着 Oh baby 你莫放到枪太丑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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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树枝上 长得冷眼一片 如一个舞台 上面站着春天 景色好可惜 这个豆皮太忙了 说唱好酷啊 土家族女孩 邓岳的景色 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同样的情况 也发生在 廖俊涛的 《谁在看我》 和玩伴乐队的 《Music Believer》身上 花花和石头 也都在节目中坦诚 不选她们 不是因为不好听 而是因为 真的太难唱 我从来没有 这么的悲伤过 我不快了 所以我已经 很久都没折磨 有谁在看我的表演 把我的音乐当小钱 那些 最讨厌男人画眼线了 永远爱你 默默的 当花花带着 闪瞎的粉色眼影 出现在 嗨歌的发布舞台时 所有人都受到了惊吓 这样的妆容 真的确定 不是小姑娘吗 有网友表示 实在接受不了 男生做这样的大伴 可也有粉丝刷屏 说这样的花花 实在太帅了 也有在 在这些花花花一开口就给贵了 月评人也称赞 本期贵你 嗨歌的两首改编曲目都相当具有水准 无论是常志雷改编的模仿大象的步骤 还是华晨鱼改编的春都会是年度嗨歌的强有力竞争者 跑着能演一遍 啊如一个舞台 如一个舞台 想变成春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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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将自己回魂中工 可是自己却无法阻止 的路 最后来听听大魔王哈林老师的点评吧 你有啥想说的也不要客气踊跃留言 全民嗨歌听你的 咱们下周见 等你的极致评论哦 另外 听说下集嗨歌又来一位很失忆的歌手 原本来这个爱慕啊 他的作品其实是有点童趣 问题是这个童趣的东西到了这个 常识里的手上 怎么讲 我觉得好像变成一个世界音乐了 觉得这首歌啊 他的状态大于一切 因为其他的歌声比如说在那种 泥男抑郁 迷幻神经质的部分 掌握得很好 我这个比较失忆的失忆的失忆的歌手吗 你是一位失敬的歌手 这种介绍真的是太对了 哈哈哈 怎么来到的大张伟 因为全中国好像只能只有只有 我有可能选这种歌 真的只有你适合我 要是不选那个 你要扫电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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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扫电切